歡迎收看這樣才有個人進來學超能力 今天要聊聊的是手機 現代人真的非常依賴 很多人幾乎手機不離身 只是使用時間長 它的續航力是否夠強 當然很重要 所以我們接下來透過這图表 要告訴您根據外媒TOMSCOYB所提出的 最新手機的電池續航力的測試 一部手機需要堅持13個小時以上 才有機會入榜 入榜前15名 而今天替您整理的是前10名 其中續航力最佳的寶座 是由華碩拿下 華碩機型至RG Phone 8 Pro 拿下了續航力時間最高 而且高達了18小時48分鐘 另外第二名是中國品牌OnePlus 另外這個OnePlus是12R入榜 至於在華碩的部分 機型其實這個續航力也是蠻強 另外還有3C的Galaxy S24 Ultra 其實它的續航力也排在第五名 而前10名上榜的品牌還有另外一些 像是還有Motorola以及倫敦的科技新創潮牌 叫做NASIN 至於智慧型手機試占龍頭蘋果 似乎續航力上面是沒有那麼大優勢 只有iPhone15 Plus的續航力是擠進了前10名 是來到了14小時14分鐘 只是很多民眾其實對手機都有自己喜愛的品牌 只是續航力也可以提供您參考 只是講到手機近期常常討論的還有折疊機 根據研調機構的資料顯示 2024的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預計成長4% 其中折疊手機大增了55% 而全球出貨預期會達到3430萬支 成了一片新藍海 而各大品牌廠接連推出了折疊機 也帶動了關鍵零件之一 軸承的需求熱潮 而台灣的軸承三雄都表示 對於今年的營運展望都非常正面 所以我們就想了解了 隨著這個折疊手機越來越夯 軸承的後世可期嗎 我們把時間交給分析師翁瑋傑 從去年的第三季第四季開始 針對AI題材的一個發酵 除了帶動國內的這個伺服器的供應鏈之外 進入到了第四季 甚至呢有開始出現所謂的NB跟PC的一個應用的預期 甚至呢在近期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AI手機的部分呢 也有一些比較明確的一個市場上的預期出現 不過我想其實 這些呢基本上都是被歸類在於這個消費性電子產品的一個消費的動能 能夠有持續的從谷底回溫的一個市況當中 那麼以現在目前的這個手機的市場上面來說呢 基本上它在銷售的部分已經從過去的所謂的增量的這個競爭來到了存量的博弈 也就是說呢在接下來這幾年當中 手機的這個成長性會不如以往 甚至呢就會邁入到這個所謂的PC化或是NB化 每一年的出貨量大概就是維持一個固定穩定的水平 那我想其實在這其中呢就要特別針對手機的硬體規格也好 或者是未來的一些相關軟體的服務跟應用等等 去進行比較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所謂的存量博弈的過程 那當然你現在目前看起來呢在這個硬體規格改變的過程當中呢 最明顯可以看到外型出現比較有一些變化的 就是在折疊手機的部分 那這個折疊手機呢在過去 三星的大力的推廣之下呢 銷售情況好像也還蠻不錯 市場的接受度也還蠻高的 所以 其實呢 現在目前看起來根據這個研調機構Gartner的資料顯示 這個2024年的全球智慧型手機的出貨 預計會成長4% 其中呢在折疊手機的部分會增加55% 全球的出貨量 就是以折疊手機來全球出貨量 會來到3430萬支 那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在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手機市場的存量博弈當中的一個比較新的一個亮點 比較新的亮點 那今年呢也被定位成為是一個 平價折疊手機元年的一個 定位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競爭者太多了 包含像是 除了剛剛我們提到的三星之外 近期的中國廠商包含像是華為啊 OPPO 小米啊 Google等等 美國的Google 也都加入了這個折疊機 的一個銷售 熱潮當中 所以其實 對於這些銷售的熱潮跟 量 的提升 對供應鏈廠商來說就會開始 變得比較有 明確的一個 這個新的增長動能 畢竟它是一個新的應用 那所以其實 對於國內的這一些 原先的這個 軸承的廠商來說 它就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正面的消息跟利多 那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在國內的這幾家廠商我們看到最主要做軸承的就是 有三家 那 競爭力比較強在全球的競爭力比較強就是 我們國內是有三家 那 過去的這半年當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股價呢 是一路的從 不到三位數 漲到了三位數 甚至能在新掛牌的 部分也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但是呢就目前看起來都已經來到了 歷史相對高檔這附近 那甚至呢在短期當中 股價呢有出現了蠻明顯轉弱的一個發展 在五日線的部分似乎有一些些震盪 那 量人的部分有些退潮 那代表 這個投資的氣氛是正在消退當中 所以其實在整體的這個 看法上面 股價上面漲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 先不論他未來的營收成長會不會真的有獲利貢獻進來 但是就目前看起來 股價的領先反應 他就會變成是未來回調的一個最大利空的一個部分 那麼所以呢在整體的操作上面 雖然在這個 軸承的廠商來說 未來是有一定的這個 期待 跟這個獲利成長的動輪 不過呢 股價太高還是一個 比較大的風險 畢竟 追高 仍然是投資人 心中 比較大的一個心魔 這個是後續 在這個 留意 手機 投資 投資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避免追高殺低 才會是未來真正 比較可以 有獲利空間的一個關鍵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這個族群的 後續發展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文